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美国同时关闭了两家驻华总领事馆 除了成都总领事馆之外,还有武汉总领事馆 事实上自从中共病毒肆虐以来 这两家总领事馆都没有什么业务 一直处在停顿状态 所以说美国并没有付出什么多大损失 当中共一宣布要求美国关闭成都总领事馆的时候 美国很轻松愉快地走了 而且人家走的时候很潇洒,很有分度 尽管中共如临大敌 派遣公安武警甚至消防车 甚至在高楼上还准备了取机手和摄像机 中央电视台据说去了一个庞大的宣传班 想揭露所谓的报道,所谓的狼狈不堪的情景 在武汉总领事馆 这意味着另一个领事馆也将长期处在封闭状态 以前中共是以种种借口阻挠,现在美国彻底放弃了 放弃两个总领事馆,其实受到损害的当然是中国 因为大批的中国人,包括中共特务,想进入美国获得签证 就更困难了 今天FBI也宣布,新加坡人杨迪生作为中共间谍已经认罪 他交代说他从2015年就被中共发展为间谍 而且他参与了很多招募更多间谍的工作 这些间谍都跟F35战斗机的生产有关 因为F35这个战斗机一直是中共想要获得的技术 尤其是F35B 这种战机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种战机一旦进入中国,讲是如入无人之境 中共的雷达甚至都发现不了它 你看最近伊朗,以色列已经九次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和重要目标 但是伊朗人却猛叉叉的,搞不清楚怎么今天这里爆炸了,明天那里爆炸了 因为以色列人只是很简单,就像打猎一样轻松愉快地摧毁伊朗的重要目标 夜里面拍飞机去轰炸了完了,唱的歌就回来了 若无其事 因为中共的雷达和俄罗斯的雷达都发现不了 以色列F35战机的终极,更谈不上打击了 你连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飞进来的,什么时候飞出去的 在哪个地方进行轰炸呢,你连它的路线都搞不清楚 连它的眼都看不见,就是那个飞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你说你怎么进行这个拦截,怎么进行这个阻止 所以说呢,下一步就是中共 然后呢,这个中共间谍呢,还实时地盯住美国空军和五角大楼 以及国务院这几个重要目标,招募了很多间谍 现在呢,FBI也正在办理超过两千多个间谍案 涉及的间谍总数呢,据说呢,高达五千人 这些人呢,现在都人形惶惶惶 他们,因为很多人都已经遭到FBI领乐团 不敢轻易逃出美国 因为如果在逃亡途中被抓住的话呢 那就构成了重罪 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人呢 最终呢,会选择投诚 像这个杨低生一样,选择认罪 不仅这个美国,这些间谍会主动认罪 另外呢,中共也在交出间谍 因为中共又在玩丢足宝局的把戏 昨天深夜,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交出了一名解放军特工,唐娟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个人 那个女人呢,具姓呢,是中共少校军衔 是一个这个生物医疗方面的专家 他进入美国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盗窃美国的这个生物技术 今天呢,他已经出庭 接受美国法庭的审判 因为他从事了很多的这个犯罪活动 而中共这时候能把它交出来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担心旧金山总领馆也被关闭 因为旧金山总领馆也有大量的这个罪恶 就像网友们分析 为什么那个休斯顿总领馆的那个总理事 拒绝这个关闭呢 因为那么他们那个有太多的秘密 一时半是很难销毁 比如说大量的这个作案的证据 甚至呢,包括呢 可能他们杀害了一些背叛的中共这个间谍 还有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物证 包括他们的这个这个 因为他们可能还隐藏了很多罪犯与间谍 都需要转移等等 但是没用的 据最新前线传来的消息说呢 休斯顿总领馆的共军呢 已经降下了这个旗帜 国旗 大门口的牌子也被摘除了 旁边呢,是一些抗议者 所以说呢 大家都在给这个中共总领馆这个受刑 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组织 这个唐娟的命运呢 其实呢,也提醒了中共在美国的特务 要抓紧时间向美国政府投诚 否则的话呢 将来呢,肯定要郎当入狱 甚至可能遭到中共的出卖 因为中共呢 为了自身的目的是不惜出卖所有间谍的 也许呢,这些间谍呢 在到美国来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被鼓励的很好 就是说呢 你相信祖国,相信党 但其实呢 党和祖国只是把他们当成工具来使用 随时随地会把他们出卖掉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英国宣布停止给中国每年7100万英镑的援助 这项援助呢 据说呢,已经持续了长达40年 也就是说呢 在改革开放前后呢 英国就开始定期地向中国呢 很多项目提供援助 网友们都惊讶 说我们从来不知道 居然英国一直在援助中国 就像几年前 一直到日本停止对中国援助以后 网友也是惊讶 啊,每年都说20亿美元 这钱到哪里去了 谁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这些钱呢,其实都装进了中共头目的私人腰包 而且呢 自由世界 如此大量的援助中国 其实是错误的 不管美国、英国 还是日本 还是其他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援助只能使得中共腾出墙来 发展核武器 进行病毒武器的研究 以及呢 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量的盗窃知识产权活动 和豢扬大量的特务 干坏事 所以说呢 任何对中国、对中共的援助呢 实际上都是起到这种作用 所以所有这些援助呢 都应该被取消 否则的话呢 就是属于助纣为虐 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美中之间呢 进入热战的可能性 正在逐渐增大 也就是说呢 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因为呢 昨天这个蓬佩奥的讲话 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说呢 这个美中关系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呢 尼克松总统 打开了与中国交往的大门 试图呢 引导中国 一步一步地走上 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 但是呢 美国人现在绝望地发现 他们失败了 他们对中国的所有帮助 给中国提供的所有便利 只是被中共利用来 成为威胁人类的 这个手段和工具 到最终呢 现在的中共的病毒战 已经给人类造成了 高达1500万人的感染 所以说呢 对中共的这个绥靖政策呢 已经彻底结束了 蓬佩奥讲得很清楚 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蓬佩奥尤其指出呢 在30年前通过冷战 美国摧毁了苏联暴政 现在对待中共暴政 将是同样的态度 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也不能够再容忍中共暴政 继续肆虐下去了 因为否则呢 整个人类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而且呢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这几个月里面来 中共是不是在持续地在美国 欧洲和世界各地释放病毒 甚至中共手头 可能还拥有更可怕的病毒 正在准备向全球发动更新的进攻 从而呢 用他们的目的来说呢 摧毁美国 因为最近呢 有人曝光了这个 以前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慈浩田的讲话 慈浩田在几十年前就讲得很清楚 中国要大力发展病毒武器 目的就是通过病毒武器 来弄夸美 高垮美国 高垮欧洲 从而呢 实现中国梦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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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